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访问 《胶牌仔2》的访问环节 马上继续去片 你在英国驾巴士和在香港驾巴士同一份工作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或者哪一辈辛苦点?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 第一就是 比如说路面 还是只会驾车 路面就是 因为英国的路很多时候都是一条线开,一条线开 但是在香港多分都是三条线开,三条线返 你不用想避免车,也不用想静下 但英国始终有这样的阻路 两边都开了车的话 你就会想,可能你要停一停的车 要等对面的车过来 才可以走出去 所以这个是路面 但是你说远忙,一定是没有香港那么多 也没有轮到这么快 那是不是驾驶技术在英国要求是高于香港呢? 其实差不多 因为最关键的是路面 始终没有那么多车 因为一国有个难处的 香港就一定是同一个方向 要避免不同的车 英国就是同一个方向 可能要避免对面的车 工作时间方面呢? 工作时间哪一辈长一点? 英国是什么? 英国是什么? 我这边的工作是 是一个星期的 是有Garry之勁的 香港我估计的 是五十多个小时左右 有些时候 它会排你五、六天左右 每天也最少八个小时左右 人工方面 如果你计算工作的时数 各样东西配合 你自己觉得 哪一边的待遇是好一点的? 英国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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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计算税收、实收 我是税后都跟香港差不多 就算税贵 都是跟香港差不多 是的 扣除了税贵 和NI 都是跟香港差不多的 在说一下 我都找到 因为我工资少了 就是商务员工都再高了 其实对你来说是好了的 是吗? 是啊 是的 幸好我选择了一个居 我现在住的这个居 不是曼城 因为我距离曼城 是中西前的居 那那个地方 如果香港来说 你不是那间公司 差不多去的 粉丁 南泡山那些 这样的传统 我住的那个区 本身那些客人 的人流也很少 所以变成我做的工作压力 也少过香港人 是的 另外一个分别 在英国和香港的分别 另一个分别是什么呢? 巴士的体积 的体型 也比香港人更小 哦 是的吗? 英国那些比较小的? 是的 你看过英国的巴士 绝大部分都两个居住 全一个是一个的 我要利身先 因为我已经有 差不多20年没有搭过巴士了 因为英国那些巴士 飞站飞得很紧要的 我以前 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情况? 其实飞站一向都很紧要的 但这个就是 等一下再说 最关键是因为大家都有车 有车就不用搭巴士了 香港没有车就不能搭巴士了 香港的那些巴士的体积 短的都11米 长的12米8 并且价格相同 那你租一租 也都整 130左右 一辆车 130左右 就是安装170人 但是英国这边的车 我觉得如果隔断 如果隔断 eric 比较 客量多的路线 都是三层11米而已 比较细架的 你少了一层 客量最多就是四十多不熟过 一半又少 英国就不会坐巴士坐到上层都站满了人 扶着走的情况比较少 伦敦大都会以外地区 因为我是做伦敦大都会以外地区 所以我就很难说是一距离 可能我去返城的路线 都会有很多双层巴士行业 效能都不错的 你论多那些更加不好说 那就是刚好我做这些比较 香川一点的路线 那个对比跟香港真的比较大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有一个很大的移民呢? 英国的巴士费这么贵的呢? 相比起香港来说 我觉得英国的巴士费一站也是两磅 十个站也是两磅 其实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在Mass Square两磅 这件事我没有什么投资的 就是可能他鼓励一些人去乘搭长路线 因为你乘搭的乘搭的乘搭的乘搭 我想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本身他那架车费贵的最大原因呢? 是因为英国那些私家车流通人高的 你香港有多好会开车? 嗯 你香港不开车 人口多 那你就个个都以赖交通通过去 不是巴士就火车 不是火车就迪子 小巴等等 你香港一辆巴士装100多人 你变成了可以分担了车的成本 成本较薄了 英国就因为他同一辆车 他有这样的capacity 但是没有这样的demand 没那么多的客人 没有demand 明白 所以就为何车费贵这么多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英国达巴士的人 我车达到的乘客 只有两种而已 可能有三种 最主要是两种 一种就是路红卡 一种就是美国十八岁的天国人 或者乘客 美国十八岁的朋友 那些美国十八岁的那些 没有车牌一定是没有车 那你说那些老人家 也是有免费搭车的 那便免费搭车就好了 那你中间可能要上班 那些可能都会多一点点 但是就不至于好像香港那些 逛逛世界那样 駕駛车爆满那样 是很少很少的 因为通常你住得那些 我们更加大卡拉的地方 通常都会有车的 就在车出入 那变成肥了 不用搭巴士 你驾驾慢城区 应该也会有不少香港人 会搭巴士的 有没有遇到 那车厂说广东话的 那会不会有些 同声同气的场面出现 其实是有的 我试过有一个香港人 走着来问我 那大家都知道香港人 那我就跟他解答 但是通常呢 通常呢 我们做巴士司机的 同些乘客都会说 Hello Thank you 收多少钱 就是2块 那样 那样去哪里 那样去哪里 很基本的对答 就算他在香港人进来 我也是很惯口的 跟他说 Thank you Hello 那样的 就是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交流 其实他可能有机会 说那两句 但是通常都是 因为沟通都会是 英文沟通 嗯 因为我未知 如果我对司机来说 我会见到一个类似香港人 可能不一定是香港 可能是台湾 可能是越南 那样的 那现在呢 就很多 因为英国 通货膨胀比较厉 那有很多香港人 可能找工作 就跟香港不同的地方 就是两夫妇 就只能够是 一个人做事 那就要养起全家 那就像你这样的情况 又要供楼 那你有没有小朋友 你自己现在 嗯 准备生 准备生小朋友 而且你是在英国结婚的 就是你是跟女朋友 不不不 在香港 就是我们经常过来英国的时候 就是在过来英国之前的一个月头结婚 哦 就是为了过来成家立室 就是在香港结婚 是的 你因为英国的成本 生活成本高了 但是就说因为税又重了 那人工又找不回以前的人工 但是在你的case里面呢 就反而是好了的 就是除了是人工方面是高了 做得回老本行啦 也都是舒适了 做的那个工时也都短了 再加上你之前 就是用Armazon那个 长工的合约就可以 买得起楼啦 which is 在香港 那即使你在香港 就算楼价跌得很厉害也好 那其实都未必买得起楼 但是你反而来到这里 你是买得起楼啊 就是你的生活是有 可不可以用大幅度改善来形容你啊 那其实都可以用大幅度改善啦 始终 就是我撇除买楼这个问题啦 那我的居住的空间呢 比我香港的家庭都还要大嘛 嗯 你知道 因为我们的家庭是一定的空间 去弄一些石构啊 弄一些赞品啊 那我们 我在香港那时候 都要另外再租个工作室 去搞我这些这样的生意 但是来到这个 我就连个工作室都放在家裡 那我变成了 效率多了 我才能弄得多的产品 那始终都是那句啦 家庭的环境大呢 是才适合到我的生活需要 那你有没有觉得 你觉得英国现在的生活成本 令到你压力得很紧要啊 你会觉得自己是 舒服啊 还是不是很舒服啊 或者是更舒服呢 暂时现在的生活的情况 其实就 经济方面 我就觉得那个经济方面 就是那个风筋一定有的 因为我们时不时都去买楼 都看到那些赛事上的 价钱是越来越贵的 不过就是 现在我生活的那个 收支平人组 就变成了 他不算一个很低的压力 最关键的时候 都是如果我是 没有上车的 可能每个月多几百磅去交租 那条座 就真的再 比起这些这样的通道上 一定会很大 太太需要工作吗 太太现在暂时 有啊 我给她一份工去做 什么意思啊 你给她一份工去做 不是 因为我把她做 那些 他负责你那些 牌制的那些 他主要负责她的那些 因为 我们做些时间 要用耗机之后 人手上色 那些人手上色 那部分就是 人手上色啊 你那些牌是要 是啊 整个盘子 几千块的那些 都是自己做的 那再问你了 你的经历里面 涵盖了一个移民 英国港人 就是 差不多所有的经历 你都有齐啊 你 打part time 捐长工 找到自己想要的职业 稳定收入 借钱买楼 还有小生意 所以想问你 你的小生意 其实在英国 能不能生存到呢 或者你以前在香港 有做过 但是来到这里 你觉得有没有空间 在英国做一个小生意 或者找一下外快 小生意 我会觉得在这里的发展 程度是比香港更多 你也看过很多不同的节省 我也参与过很多不同的节省 所以也认识到不同的当友 他们都说 如果我相同的经验模式 就在香港是搞不好的 是 因为这里 对于整整 手工艺的欣赏度 就是支持度 是明显高过香港的 就是很多这些地方的 人们走过 都会有进步 选择一下 就是我的项目是 我香港为主 是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 都会有进步 过来看的 是的 就是英国人都觉得 你那些是艺术品 而是对你的文化有兴趣 是吗 是的 是的 因为我本身比较参与 是香港主题为主的试集 也有些摆档是 比如做直交食品 或者是水晶加导模 那些的食品 也放在他们的标志市 也不错 都不错的 因为我自己没有摆档 我不肯定 香港就难一点 是吗 是的 我想是D2Pay 那些档后 但是始终只有一个 你最大的档件 都是租金贵的 你租金贵 人类也不太欣赏 变成了那个 可以盈利的空间 没有这些地方 如果你说 我不是说 完全想知道 你赚多少 但是我想知道 譬如有个盈利空间 刚才说 如果我全家不做事 或者我可以当它 是一份量去处理 如果我做得成功的话 会不会有一个机会 是 我可以赚到生活费 这个小生意的方向 其实 你说真的 完全全包装 以我的生意来说 我会加把更多努力 才能够围起 但是始终我有成绩 我就不用太大压力了 但是我也听到 有其他的档主 他们都是 只摆爆都够银食 都够银食 是的 只摆爆都够银食 他们做的 我发现是比较就 这些老虎人欢迎的 他们做生意 就有些存迹 在做这些食品 和项目去买 那你们当主 因为我自己都去 颇多这些市集活动 但是我又不是 个个都去到 其实 搞得够不够密呢 说真的 你两三个月才有一锅 我卖多少都不够 这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是适中的 你说一个月 我想平均一个月 一至两趟左右 差不多 平均一至两趟 就是下季以外的时间 一至两趟 一个月的一至两趟 差不多 其实都OK 其中 可能我比较喜欢走得远一点 你知道我去到Glasgow 有去到London 都会解荡 很远 但是有些会比较好一点 不想走那么远 那些会去他们自己的城市 那些他们有自己的地方市场 可以掌握到的就可以了 有没有摆过外国人的团 有没有摆过英国本地人的团 曾经摆过的 曾经摆过的 在曼城摆过的 但是那时候 那些行货都没有在香港人的事实分布 所以就 因为我自己提到 比较高级香港人的主义 嗯 但是也未尝不是一个出路 是吧 是啊 是的 因为这个整派这个单线 最关键 都是 刚刚我来到英国那时候 那些家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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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最后呢 我都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以你一个过内人的身份 那不是说 不是特别高学历 普通香港打工仔一族 那 那就 没有楼 不是一个很富裕的职束 那过来 就是有没有一些提示给大家 可以怎么样 就是容易一些去 去 令到自己可以站得住脚呢 因为很多人都常常批评我 他们说 松仔访问那些 每个人几百万买房子 他当然是这么说 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 不是的 我有访问一些 是 大家可能还需要努力赚钱 才有舒服生活的人 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 这些都不用那一百万的 没有一百万的 你一年都没有那些 我们这些机制 如果我过来 其实你们过来 其实最关键的都是 要试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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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隔壁那句 好体会到这里 没得好体会到这里 没得好体会 没得好体会 你会失去很多的机会 出机会 那你 因为我也是很好幸 我在英国之前 我去澳洲玩了一年 我去那些飞碎那些 那时已经体会过 没有车是会毅业害群的 那很快就买了一辆车 很快就連續載車才能回到香港的公司 等於帶著這個技能來到英國 可以順暢的位置 而我也覺得可以順暢的 但是最關鍵的都是你要懂駕駛 你懂駕駛駛就在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洩裂不同的工作 或者你可以去見識不同的東西 認識不同的人 你不需要每次都走去搭這件事 去耽誤了你去找不同的機遇的能力 真的懂得抓住 最關鍵 整體來說 你對自己現在的生活是否滿意 比起跟香港的比較 你覺得有沒有後悔這個決定 沒有後悔過 真的沒有後悔過 來到這裡 我想比較大一點的遺憾 就是我很難去亞洲旅行 尤其是距離遠了這麼多的情況下 不過始終來到英國生活 就有一個跟香港完全不同的氣氛 令到你的人會舒服很多 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很感謝你今天接受我的訪問 我在你身上也感受到你是一個很積極的人 而且你也很懂得利用你的長處 令到你自己在英國有一個 我覺得可以用突飛猛進來形容你那個 progress 順風順水的 在三年裡面 好像是將本身在香港可能很難實現的一些願望 很難做到的事情 突然間在這裡 有機會來了 原來找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很順理成章地就能做到的 結了婚 又有投家 穩定職業 又有發家 又有準備生產 是啊 又可以 連我都沒有打算買的 是啊 可能香港連四分一 五分一的事情都未必做到 但是突然間來到三年短短三年間 博一聲傳媒的事情都差不多齊了 差一個嬰兒還未出生 那個to do list 已經有很多發現了 是啊 很滿足的 所以原來有很多個案件 是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希望在裡面 原來有一個 outcome 是可以好起上來是可以這麼好的 這個我覺得是 給多一些信心 鼓勵一些現在的香港人 可能有些人是 struggle 的 不奇怪的 但是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經歷 有不同的經歷 而你這個例子 就是一個 原來奮鬥是有成果的一個 experience 那些我的戒嚴就是 想到就好了 你覺得有問題的 你就想辦法解決 很難說要 struggle 來不來的 我覺得問題都是來了 亂制才去想辦法解決 都不去做很混... 就是很chaos的事情 始終都是執政 我覺得香港的政策 你認識的 你會執政 就知道有問題 你想辦法解決 不是說 一早計劃好了 因為始終計劃好了 都是有變化的 那我有些情況是 有些朋友都說 在香港聽了很多年 都未肯定這樣過來 但是 過到來之後 又會變成另一 不是他聽的問題 就現了 那又變成同一聽的 又很混亂 所以我覺得 香港人其實也是很困難 又懂得到這裡 很容易解決到原因 而解決到你 都會見到的問題 好 非常多謝你今天的分享 也希望你的正能量 可以廣傳給我們的聽眾 今天知道 原來 只要想到辦法 有這個想法 或者肯堅持 是會有好結果的出現 總之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但是 是有真實的例子告訴我 是證明到 這件事是有人做到的 Anyway 非常感謝你 今天抽空 出席我們這個訪問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Share、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鐺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了 另外 膠牌仔 你有沒有Facebook Page 你可以把連結 我幫你放在下面 分享給大家 如果對膠牌仔 駕巴士的經歷 各樣東西有興趣 或者想買它的產品的話 那你也可以自己上網 去看一看 好嗎 好 這集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